我真的要拜託蘇貞昌院長 我拜託你 讓我們跨國的伴侶 能夠早日結婚 我拜託你了 我跟你下跪好嗎 我拜託你了 我拜託你成全我們跨國伴侶 本該是幸福滿滿的新娘情人節 跨國同志情侶卻在這天 冒著雨頂鎮寒風 來到行政院前抗議陳情 台灣同性婚姻合法化 如今擠滿三年 跨國同性伴侶 卻因現行的涉外民事法律 適用法制相關規定被阻擋在外 因在現行的適用法第46條規定中 台灣人若要與外國伴侶 在台登記同性婚姻 前提必須是伴侶的國家 也承認同婚 否則就不符合 該國法律規定的婚姻成連要件 也就是無法在台登記 就是這樣的規定 讓跨國同性伴侶 遲遲無法與另一半 從情人變成家人 國家的這些審查委員會 其實他們也不斷地針對台灣 現行的同婚的專法 也一直指出裡面有非常多 不管是對於伴侶 或者是個人的很多的一些 權力上面的限制 我們也在這邊呼籲行政院 應該要盡早落實這些國際人權法 以及四字七十八的 所保障的這些基本的權力 將一條條寫著與跨國同性伴侶 交往天數的黃絲帶 繫在行政院牆上 呼籲行政院在新會情 警官將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的 修正草案送交立法院審議 隨後行政院也派人接過誠情書 並說明以針對此相關草案 召開多次的會議 對於較細緻的法制規範 也正在做研議當中 並承諾會把這次的誠情內容 呈報給上級 人生為老BOSS補料 越南台北市採訪報導